等一会儿咱俩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啊 新疆的烤包子有什么样的魔力 让人流连忘返 我们正在前往中国最西端 在路途中 我们专门去了一趟去年 我们吃烤包子的那家店 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喀什市区 在即将前往伊尔克什坦口岸 中国的最西端 对 我们又来了 我们准备出发了 引以进入 特殊的苏克艾 特殊自治州爱不失事 我们正在从新疆喀什 前往中国最西端 这也是我们边疆巡游记 第二集的目的地 而在这之前 我们也终于吃到了 心心念念的烤包子 看到这家烤包子店了吗 来准备冲 这家店是我们去年来过的 特别好吃 两个烤包子 烤包子 还有多久 十分钟 七分 十分钟 那我们等一会 我们又来到了去年的烤包子店 那一年我们是无意间找到的 对 我们就是饿了 然后看旁边有路边有卖烤包子 然后吃了一下 真地好吃 最主要它五块钱肉得多 好大一个 再拿一个报纸烤包子 再一个门 再那么少地下全都多 这些全都要点 如果我们去买烤包子 咱坐到后面 吃 咱们就这么多点 老板还没有换 他说还得等个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包子出锅 我们就可以吃了 对 给大家吃 所以说我们就等个十分钟 嗯 因为它太好吃了 所以没办法 你必须等 嗯 等一会吧 既然路过了 就一定要吃 不计回来还得再吃一回 如果大家路过这边的话 一定要吃一下这家烤包子 叫 这个预热土木烤包子店 是 在 上阿图石 对 这边属于上阿图石镇 对 去伊尔克什坦方向 乌恰 去乌恰 伊尔克什坦方向 都是 那边结婚了 那边又结婚了 在新疆 很多美食都与火离不开关系 将做好的包子放入坑内 底部燃起微热的火焰为内部加热 这时 需要有人控制火火的大小 以达到控制炉内温度的目的 而包子 就在此时 发生微妙的变化 包子皮 逐渐由柔软蓬松 变得紧实起来 人们 则只需要静静地等待 包子出锅的哪一刻 我们去年来吃过一次 今年中央又跑过来了 这边 那里是拆了吗 去年那边也是边了 那么不止我们在等 还有人 也在等这个烤包子出炉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啊 好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这个烤包子要细心照料 哦 现在 发黄了哈 咱烤这个大概得多久呀 烤一次大概得多久啊 看看是吗 虽然语言交流有障碍 但味道却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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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再给我们一张包子 可以了可以 好谢谢 有一张包子 报纸 对 报纸 不不不 报纸 对 好谢谢 老马拜拜 拜拜 拜拜 那我们现在呢停在路边了 要吃这个烤包子了 为什么我们要专程再要一张报纸呢 因为我们去年吃的时候 就是包的 它报纸上我觉得会有那种原汁原味的味道 对 很多人说不卫生 但是 见仁见智吧 烤包子 好看好看 跟脸一样大的烤包子 跟脸一样大的烤包子 啊这个羊肉味道我已经闻到了 可以看到 非常的香 而且刚出锅的话 它的味道给人会更好吃一点 嗯 特别脆 比较是烫的 你一咬之后 就会有热气 热气跑出来 吃到下面还会有肉汁的 好像这个这种 很好吃 而且又大 五块钱一个 等你吃喝酒 像新疆普通的烤包都是一块五 两块 两块五 但这起码顶三四个 这一个 它这个酥黄酥黄的 很好吃 这样的烤包子 吃一个 顶一天 我都怀疑这家老板 他这个羊肉是自己家养的羊 嗯 因为五块钱你买不到这么多羊肉 我感觉这里面起码有二两羊肉 嗯 你啥吃哈啟这么烫 两边一起 大家一看到呢 这就是里面的羊肉 它里面不仅有羊肉 还放了洋葱 嗯 很多羊肉 虽然我们是西安人 但是我们在西安吃泡馍 一般都吃的是牛肉泡馍 但在这边呢 基本上所有跟肉相关都是羊肉 嗯 本来呢我觉得羊肉是可以吃 但是没有牛肉好吃 但在这边 你吃这个羊肉 你就发现 羊肉就是要吃这个味道 有这个味道 羊肉才好吃 非常的香 唯有美食不可辜负 无论身处何方 美味总是我们追求的方向 在吃完烤包子后 我们也要继续上路了 边疆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